孙静龙教授您好 您是中国高血压领域的知名专家 也是中国高血压新指南的制定者之一 大家呀 好多人爱喝酒也有高血压 特别想问问您酒精和高血压的关系 说的再通俗点 哪种酒稍微对血压好一点友善一点 哪种酒生血压更猛 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谢谢 好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是酒文化的一个国家 那么实际上酒精的含量越高 对血压影响就会越大 这是肯定的 而且不喝酒的人 他和喝酒的人相比 那么喝酒的人 他发生心愿管事件会高得多 所以在中国高血压指南中强调了 新指南 零饮酒 或者是尽可能不喝酒 不喝酒最好 那么如果你喝酒的话 那哪种酒稍微好一点呢 啤酒 相对要比红酒好 白酒是最不好的 因为它酒精浓度最高 是吧 所以你如果要正喝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见不了酒 喝多大量 那么它的量就是 男性小于25克 女性小于15克 这说的是酒精量 对 不是大家喝的酒的那个毫升 不是大家喝的酒的那个毫升 其实呢 说的通俗点 白酒不超过一两 红酒不超过二两 啤酒不超过一瓶 对 相对来说呢 还是可接受 但是呢 孙教授 我们高血压新指南 也有一个计算公式 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放到屏幕上 大家自己同时呢 也可以计算一下 对 如果你计算 总是超标 你就要小心 对吧 应该管理好自己嘛 对 不喝还是最好的 对 谢谢孙教授 视频下方 我和孙教授有一个共创案件 孙教授会抽时间 给大家进行科普 或者说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大家想关注孙教授的 点一下 谢谢大家